丞相回来了 就算不定我的罪 我在丞相府也待不下去了呀 大哥 宁可不留在丞相府 也好过在养修丁义之处 你的意思我明白 你的功名是功名 你的事业是事业 你的立项才是理想 我们都该给你让步 对吗 大哥 小弟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二位公子之争 作为蜀臣 皆有性命是用 你我兄弟有一人涉嫌还不够吗 大哥 你何必蹚这滩浑水呢 丞相主义草质 你拼入曹匹府 我和爹天天担惊手帕 你在意过吗 你要是输了 再一次全家覆没 你在意过吗 老爷吃饭了 今天啊难得都在家吃饭 小的呢就准备了汤饼 唇羹 胡刨肉 好了 人这兄弟没打起来 你们俩都先打起来了 大哥息怒 杨修聪慧 丁一多志 大哥 千万不要被他们利用 你大哥不如你聪慧 你是做大事的人 大哥做不了是吗 老头 老头 崔尚叔 啊 中狼将 小侄拜解崔尚叔 中狼将找老夫有事 为什么不进去啊 太早了 真憋屈啊 对君子不憋屈 行 那我说个憋屈的 我刚刚得到消息 就在昨天父亲传回赵命 将司马朗调入了平原侯府 做了子监的蜀官 现在别去了吧 啊 司马懿呢 回我府上了吗 没有 谁知道他们司马家怎么想的 这 你跑过这儿干啥啊 进去 侯姬 你把那匹马放回桌上 人要活动 马也要活动 嗯 二哥 二哥 那都是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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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那都十遍了 也就是不去上职了 大哥的事儿办不好 我怎么去见这种行情 你们都别打了 今天天那么好 叫上大哥 三弟一起 我们出去交游去 那匹马 大哥呀 说不定 已经急急忙忙去上职了 你这个人 平时看着挺聪明的 你都在这儿坐立不安 你认为大哥能够安心上职吗 人聪明有什么用 我嘴笨了 不知道怎么跟大哥说 别犹豫了 赶紧去 就是啊 别跟大哥置气了 我不是跟大哥置气 我想的明白的事儿 他总想不明白 他要是去了 曹芷那儿 我怎么跟杨修斗啊 要是曹芷输了 杨修能放过大哥吗 大哥不肯退 曹丕曹芷 司马家只能保你一个人 那要不 你退 哎呀 大哥也不容易 你说让大哥辞官那也不公平啊 这事儿能不能这么想 一个辅佐曹丕 一个辅佐曹芷 无论哪方赢了 大家都可以保全对方 这又不是种菜 种不了这个种内的 你说呢 新元姨妈 要是真的曹芷赢了 我就完了 可要是曹丕赢了 你得保大哥 你自己也说了 大哥为咱们这个家 受过不少苦 也是时候该到你保护他了 兄弟 终归是兄弟 收起你的心愿一马 别做错透不归 走 来 爹爹要是不想上任 就不要去了 留下来陪我玩嘛 谁跟你说我不想上任了 哎呀 你今天就留下来陪我玩嘛 你就乖乖的在家 爹一回来就陪你好不好 好吧 大哥 大哥 大哥子 怎么又要阻止我 劝我去刺官 大哥 小弟是来给大哥赔罪的 昨日小弟鲁莽 大哥还请见谅 小弟想了一夜想明白了 就算你我兄弟二人 分别侍奉二位公子 我们也不会相互为难 我们是一家人 一定会相互扶持 大哥 小弟错了 就是啊大哥 刚才二嫂 已经狠狠地教训了二哥一顿 你就别生二哥的气了 你说什么呢 庄达 其实 我是没有选择 难得今儿天好 丞相又不在城中 反正你们也晚了 不如告假一天 别去关蜀了 咱们一家人哪 去营水边 踏青游春 可好 爹爹我也要跟二叔去游春 好 好 那咱们一块去 好 命中 齐秉中郎将 这是尚书台送来的 巡礼君说 不敢 巡礼君 不敢不敢不敢 自幻 你既然不信他 还留着他做后患干什么 不信 你信他你这么紧张 瞧你这一件件射的 射哪儿去了 行了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听你说了 你呢 是把司马家手术两端 一边呢 让大儿子去辅佐子健 一边呢 让二儿子来辅佐你 这样一来 无论你们两家 哪家的灶台上冒了烟 那于司马家来说 都是不赔本的买卖 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对不对 仲达不是这样的人 他在用性命帮我 有谁能用性命做买卖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我说此话 你就不怕想来哪一天 他把你卖给杨秀啊 人家那是亲兄弟呀 你知道司马家 到底想保谁呢 你知道吗 报 启禀成郎将 司马已出门了 去哪儿了 是和司马朗司马福 一起出去的 穿着验局服 还有一辆车 带着女眷儿女 看方向是出城了 似乎是去郊游 郊游 我说什么来着 你瞧见没有 我说什么来着 你在这儿坠坠不安的 人家一家的 那是其乐融融啊 好了 这就用清明在帮你啊 你不嘲讽我 能憋死吗 我怎么是 行行行行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行不行 你自己心里明白 好 启禀中郎将 司马家家 普莱大司马懿告假一日 知道了 是 有人跟着他吗 有 有兄弟严密监视 好 背马 我去一趟 司华 我 就是去看看他有何等的兴致 出城郊游 我的中郎